部分呢前面我們也有講過類似的啦 所以其實基本上的邏輯是這樣 我可能要先觀察一下我到底需要什麼 我需要做的事是幫我把第2列到第32列 然後第1欄到第12欄 OK這12個月嘛 特別注意其實我們前面那個Sales後面可以用雙引號A有沒有 那主要是因為如果你只有一欄而已 那你就可以用這樣 但是如果你有12欄的話 你變成說1到12嘛 那A的話如果你用文字來表示的話 他沒有辦法A到L 回圈裡面只能夠用數字不能夠用文字 因為文字他沒有累加的概念嘛 那數字會1234一直可以加下去嘛 OK所以特別注意這個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跑兩個回圈 for i 是2到32 追喔特別追喔多一個追 追 追指的就是我的欄 那因為我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延伸出去不是只有 單單某一欄 而是很多欄 那他的跑的方向 一定是先幫你把第2列的第1個 先抓出來 再一直往右邊 所以 所以 最後的話那個Sales有沒有 Sales本來我們基本上是 本來就有I對不對 豆點後面是某一欄 那後面因為我要變動的變成追 為什麼因為 追的話是從 1到12 對 所以他會先抓 假設 I是2的話 那後面的追 他會從1 一直變變變變變變到12嘛 所以會抓到這個 這個 一直往右邊抓對不對 等到這一整列呢第2列跑完之後 他就換下一個 NAS 那NASI 就是 I就變成什麼 變成3 那3再來一次 4 所以以此類推 那這樣應該可以理解吧 他就會 把這個裡面所有的 儲存格怎麼樣 幫你全部跑過一遍 那跑過一遍之後的話呢 要做什麼 把資料抓出來嘛 他抓出來做什麼 判斷 那判斷裡面的話 可能有幾個 需要注意的 就是說 因為這裡面呢 會牽涉到幾個問題 我要抓的是 禮拜六 禮拜天 第1個 第2個的話呢 就是說呢 會有個問題就是 這裡面 大部分都是有資料的 可是有些地方 怎麼樣 他是空的 那如果空的 你如果把這個空的資料呢 丟給那個weekday 去判斷的話 他會出錯 特別是 你 你裡面如果 他是一個日期 你假設你這個 丟給weekday去判斷 他會是 告訴你說 回來的話 會是1到7 可是如果你給他的是一個空的 空的東西給他 他會想說 所以會產生錯誤 那怎麼辦 先判斷有沒有資料 如果沒有資料 那就跳過 如果有資料 才去做 判斷禮拜六禮拜天的動作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 邏輯的敘述 那邏輯敘述 敘述完之後 如果要寫成 VBA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其實我剛剛敘述完 那你 那就是要把它轉成什麼 轉成VBA 那轉VBA 因為有些地方 前面都寫過了 所以我們就 直接來看程式好了 我就不足行打 因為這 每一行都是我自己打的 是確定沒錯的 OK 因為 再打一遍也沒意思 那 我就 直接來看程式 那 我就把字稍微放大 因為字太小 工具裡面有個選項 前面講過撰寫風格 把它改成12 OK 格式化日期這邊 那一樣 先 插入 因為 會對應一個按鈕 所以插入一個 模組 然後再插入程序 程序 一定是個SUB 那名稱的話叫格式化日期 按個確定 確定完之後的話 再來中間呢 就是我們要開始撰寫的 那首先的話一定是列回圈 列回圈剛剛講過 For i 等於2到32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答案 2到32 OK 那打一個NAS 再按個Tab鍵 記得這邊要縮排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有縮排的話 它如果放在一起 這樣感覺 那個什麼 會 到底這個對哪一個 底下有兩個 哪一個才對 所以如果你說排的話 假設你這邊 按個Tab鍵 這邊按個Tab鍵 他就很清楚了 這個對這個 這個對這個 有沒有 if對andif if對andif 你會發現剛剛好 對的剛剛好 一目了然 如果有寫錯的話 馬上你就可以知道 錯在哪裡了 但是如果你沒有縮排的話 即便打錯了 你可能搞不清楚 到底哪邊錯 OK所以這個地方 縮排的主要用意 就是要讓它有結構性 而且 一目了然 很清楚 所以有時候 如果你結構性一看 那就 知道 問題出在哪裡了 第二個 加上註解 註解我前面講過了 通常就是 至少 我是打得盡量省略 當然如果你自己要寫給自己看 如果我寫這麼省略 你看不懂 沒關係 你自己可以用 你可以了解的意思 多打幾個字 沒有關係 甚至你要在上面打一篇文章 我也不反對 你可以回頭看一下 到底 這個sab 到底做什麼用途 有哪些可能你比較不懂的 也許你可以把它加註一下 那 for i 2到32 for j a1到12 當然我有講過啦 這個32 如果將來你要追蹤的 也應該沒有問題 也可以 追蹤我們可以從 比如說a2 向下追蹤 它最下面一列是哪一列 這個可以改 這個可以改成 向右追蹤 也許你可以從a1 向右追蹤 它回來是哪一欄 OK也可以是一個數字 那這個部分的話待會再看 先判斷 如果它沒有資料 那就跳過 所以 跑跑跑 跑到這邊 空的 所以怎麼判斷 裡面是空的 裡面的資料就sales 或是ij 它如果不等於空的話 才去做下面的事情 反之就跳過 那什麼時候會跳過 當它等於空的時候表示裡面沒有資料的話 它就不會去判斷了 因為裡面沒有資料 那還判斷什麼 不需要 所以特別需要 讓它跳過 好那如果說有資料的話判斷什麼 如果 特別需要這個地方 weekday if weekday VBA裡面的那個weekday名稱 跟你sale裡面的weekday名稱是一樣的 一模一樣 使用起來的話 也沒什麼差別 你知道怎麼樣 給它一個什麼salesij 指的是哪一個儲存格 如果等於7的話 那表示禮拜六 那我要做什麼呢 把它的字的顏色 跟底色 換一下 其實你會發現這邊都是salesij salesij OK 等於什麼呢 等於 這邊的話禮拜六 我用個比較簡單的顏色 就是 綠色 字的顏色綠色 02550 那底色的話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是一個淺的綠色的話 那這個地方 前面有講過嗎 就是你可以從這邊 其他色彩 淺的綠色的話大概是這個 或這個 反正你就找一個 然後制定一下 這邊會出現 它的顏色 RGB 那 我記得好像是這個 制定一下 大概是 哪一個 跟這個 應該是淺 淺綠色是這個 OK好 然後如果說我要參考這個的話 那你會發現 其實淺的綠色好像有個固定規則 它如果要變淺的話 它中間的綠色一定還是存在 可是其他的 都會 變多了 如果它變成 什麼 這邊變成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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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綠色了 如果是 200好了 200 200 那就變成淺了 所以我剛剛的就是 如果字的顏色就綠色 如果淺綠色就是 其他都200 其實當然如果你要深綠色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拉桿往下拉 你會發現 它變深綠色 有沒有什麼規則 深綠了 它變黑色了 這個就黑了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深綠的話 大概就是 給它多少 給它這個數字比較255 它給100算了 100的話 比較好記 它就變成什麼 深綠色 所以大概 大概 那我們只是給一個顏色 所以大概跟各位 說明一下 好那這邊的話 當然基本上 我們就是 把它變成 可能 字的顏色深綠 然後底色的話是淺綠的話 那也許這邊乾脆改成 不要25好了 改100好了 這樣會感覺更 更明顯 好 那禮拜天的話 那就等於1 禮拜 6就1啦 就是7 然後這個 禮拜六的顏色 禮拜天的顏色 實際上這一段 跟這一段 其實長得很像 所以其實我是先把禮拜六 做好之後 有沒有 把它複製 K過來 改禮拜天 兩段其實基本上 長得很像 好 這樣的話 程式就撰寫完畢了 你會發現 這跟前面寫過的 幾乎好像都 都有講過 只是說 結構不太一樣 好 做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當然如果說 因為程式一跑 跑太快 所以怎麼辦 你可以設個中斷點 讓他執行看看好了 所以基本上 停在這裡 按F8 這個時候呢 I等於2 J等於1 先從第1格開始 那SEL IJ指的是第2列的第1欄 指的是這個儲存格 那是不是空的 不是 所以他會進到回圈 那是不是禮拜六 不是跳過 因為他這個 幫我判斷一下 不是嘛 然後是不是禮拜天 也不是 就跳過 所以他如果不是禮拜六 就跳過嘛 那跳過的話呢 就換下一個 那NAS NAS是什麼呢 I還是2 一樣 第2列 J變多少 變第2欄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一欄一欄一欄的變化 然後呢 先判斷一下 那這個2月1號 是不是 空的 不是 所以會進來 然後是不是禮拜六呢 不是 跳過 是不是禮拜天呢 是 他禮拜天 所以會不會進到 這裡面來呢 會 所以他會幫我格式 那格式的話就是 我給他一個什麼 RGB是紅的 這個RGB 紅色字 然後底色的話 變成什麼 這個應該是 淺紅色吧 OK好 好就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換下一個 那依次類推啦 所以一直往下 是不是空的 不是 不是空的 所以進來 是比 大概 六禮拜天 是禮拜天 又再格式一下 依次類推啦 應該可以了解那個邏輯吧 他就是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直到沒有為止 所以 全部 讓他跑完 好 這個時候全部跑完了 好 那當然再來的話就清除格式啦 清除格式的話 我一樣 怎麼樣 從 第2列 到第32列 第1欄 到第12欄 一樣先判斷一下 是不是空的 因為如果是空的 那基本上 你也不用做格式化的改變 所以把裡面 我全部都把它改成 字的顏色 改回 黑色 底色的話呢 改為 白色 不過好像我記得 是不是這邊有改過 好像是不是改成什麼 用白色好像會造成那個框線 會被遮到 像後來我們是不是有改過了 像改成什麼 XL 沒有 好像會比較標準一點點 OK 把它執行過 所以這個地方是不是改完 我看一下 應該 就框線不會被影響到 這個好像前面有講過 所以這邊 當你改成白色在這一題好像也看不太出來 不過比較標準的 應該是XLNUM 所以這個地方 然後 顏色加上去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是 那所以我把雲端的 部分 這邊再 把它換 這邊改一下 改成XLNUM 這樣會比較OK一點點 好 那最後的話當然 我們還有就是說年曆 那當然年曆 我這邊有寫一個 可是 這個年曆 稍微複雜一些些 那給各位當參考 因為這個 城市真的 算複雜許多 那我先DEMO給各位看一下 這有兩段 一段是年曆 一段是年曆清除 那這邊跑起來的樣子 我直接來DEMO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就先增加一個按鈕 我希望把上面複製貼上 然後指定給年曆 跟年曆清除 這個年曆 然後再把這個 複製 再貼一個 這樣按鈕才會一樣大 頂多是挪一下位置 那這邊的話就是 重新再給一個年曆 清除 乾脆用清除兩個字就好了 那 因為年曆 這個程式比較複雜 我DEMO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自己在研究看看 那他可以做到什麼程度呢 一 按下他 他會先把資料 先問你說 請問你要 這個 輸入哪一個年份 那你就輸入 20 假設明年 2016好了 直接輸入2016 就可以了 那我按下確定之後 他會幫我把這個 每個年直接放在哪裡呢 放在A2儲存格 但是放過來的時候呢 還缺什麼 缺後面的月跟日 所以我會自動再補一個 1月 1號 放過來 OK 然後按個確定之後 他還會幫我把後面的事情全部做完 包含什麼 先過來之後 然後再產生2月 到12月的第1天 再幫我把每個月的日期 全部都跑完 並且加上 格式 OK 所以按確定我們來看一下 全部都加上去了 好像是 再一次 2017 按確定 有沒有 OK 全部做完了 應該知道跑太快了 還沒 你們 腦袋還沒轉到那邊 就已經跑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動作 就是說 輸入一個 2017 他會先輸入 然後在每個月的第1天 然後每個月的其他天數 然後再格式化 OK 他因為 全部一氣呵成了 那這怎麼做出來的 因為程式稍微複雜 如果有興趣同學 可以自己再看一下雲端放的這一段程式 基本上我第一個 會先用input box 先強制讓 就是 請輸入年份嘛 那只要年份就好了 因為 其他的 月跟日 我讓他 就是 輸入 之後 如果我會得到一個什麼 一個 哪一天 比如2017 那我再輸出到A2的時候 我再把他後面串一個什麼呢 斜線1月1號 的一個字串 串到A2 好 那A2就有一年的第1天了 再來產生2月到12月的第1天 那我用什麼方式 因為我們 剛剛是用E-Day函數啦 不過我在VBA裡面 有另外一個函數 因為這個叫Day Add 這個Day Add是VBA裡面的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主要用途就是說 你要 Add嘛 顧名思義 日期增加 增加後面的話他有相關參數 你要增加是什麼 是依據什麼 如果你用M的話 是依據月份 月份的話呢 那幾個月份 跟什麼相比 所以他會有三個參數 是 比的是月 然後呢 是相差幾個月份 跟哪一個儲存格相比較 所以我這邊有個4i等於第2 到第12 意思就是說呢 跟這個儲存格相比 好 那他會一直往右邊跑 差1 差2 差3 一直差到11 所以基本上2到12 你想說為什麼要減1 因為我相差的 相差這個上面的回圈是2到12 那如果說我直接用2的話 那相差 那2月跟1月呢 相差的 其實是一個月 可是如果你用2的話 變成相差兩個月 那變3月 所以怎麼樣 把這個i 減掉1 減掉1之後呢 那就相差一個月 後面相差兩個月 跟 跟什麼比 再把得到的這個日期呢 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就會產生2月到12月的日期 OK 所以 底下這個回圈基本上是跑上面這個部分 再來產生日期的話 讓他向下跑 向下跑 所以 向下跑的話呢 這個特別注意喔 原來是for i 先 可是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你把追寫在外面呢 基本上 如果你追寫在外面 的話 他會先跑 重向的 先跑一欄 再跑下一欄 但是如果你i寫在外面的話 他會先跑 橫向的 一列 OK 那因為我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 當我跑這邊的時候 我先把這邊先清除 給各位看一下這邊直接來 用敘述的會比較清楚 也就是說我今天2017 他會 等一下 全部跑完了 好 先直接來看 那這邊的話呢 他就是 會先得到一個追 追的話是哪一欄 列的話呢 是第三 從第三 因為從第三列開始 然後呢 他會先產生一個日期 這個日期的話呢 就是我們 就是1月2號 其實就是怎麼樣 把我們現在的儲存格的位置 同一列的位置在-1 實際上就是上面這個儲存格 那哪一欄呢 同一欄 就是第一欄 把它加1 實際上就是等於 剛剛的A2加1 會產生一個日期 幫我怎麼樣 幫我把它丟進去 那不過呢 這邊會有一個判斷 判斷什麼 如果說 他們月份是相同的話 才做輸出 可是如果 反之喔 不相同的月份 怎麼樣 就跳離 所以什麼時候會跳離呢 就是 2月跳到3月 所以這邊我把它往下 你輸出2月1號 你會發現 1月份 全部都輸出 一直往下跑 然後在2月 2月到 差不多快到了 OK 26 27 然後28 28也輸出 29 有沒有29 這個201 特別追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低的話是3月1號 那3月1號呢 跟2月 這個 不同 這邊一樣用曼詞 判斷一下 你前一個跟後一個 產生的 是不是同一個月份啊 如果不是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讓他 不往下跑 就判斷月份嘛 那不同月份怎麼辦 我就用一個敘述叫 Is it false 意思就是說 這個回圈呢 不要再往下了 因為不同月份了 你就不要幫我輸出 輸出就產生錯誤 所以這個地方 我會多一個邏輯判斷 一日fall 跳離 他就怎麼樣 換下一個月份了 變3月了 OK 那就3月 3月也是一樣 3月 不過3月好像沒有一日fall 因為他會到31天 4月的話才會 OK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 全部都把它 跑完 好 有沒有 每個月的 天數 最後要格式化啦 那因為格式化日期 剛剛寫過 所以 聰明的人 就是要用簡單的方法 不用重寫嘛 call就好了 call意思是說 我呼叫剛剛的 有沒有 格式化日期就好了 讓他全部跑完 全部幫我跑完了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 我們的這個格式設定了 所以 最後 清除好像比較簡單 清除 實際上只是怎麼樣 做 簡單的事情 call 還原格式 因為剛剛不是也有還原格式 然後再把裡面的資料清空 清空的話是 Range 用Range比較簡單 把這個範圍 A2到L32 幫我怎樣 Clear Contents 就好了 這樣就清楚了 OK 所以這兩段程式 我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其實 看起來很複雜啦 可是 實際上寫完 大概就是 沒幾行 應該不超過10行 這個也是 每一行都我寫的 OK 這個我當然不重寫啦 反正這個邏輯清楚就好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VBA 這個地方當然難度會相對的比較高 可能也會比較花時間 但是它的效用 相對的也會比較高 一鍵完成一個 年曆 所以以後如果說你要做 把年曆可以改成什麼 改成形式曆嘛 你中間可以 控一個儲存格嘛 一整年的 行式曆 你也許可以中間要控 控一列 讓它可以怎麼樣 填資料 要做什麼事情 好 那當然感覺上還蠻好的 甚至可以一鍵完成 最後再加一個列印 再加一個框線吧 框線然後再把它列印出去 那就是一鍵完成一整年的年曆 或者一整年的行式曆 都不是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想 給各位參考 那程式部分的話 在雲端上都有 所以請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雲端上面的程式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 再提出來討論 因為這個VBA 真的要短時間能夠完完全全去駕馭他 是不太可能的啦 可是 你會發現 你每次每次的學習 都會越來越有感覺 越來越知道 原來他是這麼一回事 那剛開始也許你 不太可能一下子自己 從頭到尾自己寫 可是你剛開始至少你 已經知道會怎麼貼了吧 貼了之後怎麼產生按鈕了 應該我想現在這能力大家應該都有了 再來就是說怎麼去修改 改成你要的樣子 至少你還會修改的話 那我想 已經算 又更上一層樓了 所以 初步的話 VBA至少 你會從雲端上把我的範本 貼到你的程式裡面 這個我想已經是 第二階段可能就是 自己再去做一些 簡單的程式修改 慢慢的話你就可以自己寫出 自己要的樣子的東西 像我們這個年曆 匡線可能沒改 那如果要改匡線 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再把前面的東西 再把它併進來 可以試試看 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 我們先去做一些